大家好,我是丹丹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疏通我们上肢手背的经络 我们手上它是有六条经络的 分为三条阳经和三条阴经 其实向前的动作呢,我们大部分都会每天做 但是动作反向的一些系列呢,很少人去做到 所以说呢,对于疏通肥经的 疏通小肠经的,疏通三胶经的一个方法呢 今天我和您分享一下 双手抬起,平举于胸前,以手肩为方线 好,向内旋转至胸前到腋下 好,向后旋转,再伸直 然后呢,再回 就是手背翻个儿,再回 好,接下来呢,我做一个连贯的动作 旋转,回,旋转,回,旋转 好,这个动作呢,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它和我们平时运动到的,拉伸到的,都是一些反向的动作 带动的就是我们手臂,六条经络的一个巡行运动 那么有些人在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,首先会感觉到我们的肩部 肩关节这里呢,是疼痛的,不舒服的 或者说是大臂外侧比较紧 那其实呢,这些就是因为长期我们这里缺乏运动而产生的 所以说呢,这个动作呢,我们是要坚持去做的 我们每天呢,可以做三分钟 啊,常年的来坚持 好,今天呢,单单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其他问题的 欢迎来